被封為最美周芷若的港星周海妹 病逝消息引起一陣嘩然 回顧她的一生相當精彩 被稱為最美周芷若 相隔二十年後 再穿上當年的經典裝扮 讓人驚豔的是 已經年過半百的周海妹 根本沒什麼變 我一直的狀態都挺好的 其實我一直 變化不算太大 因為我本身 我自己的生活習慣 都比較好一點 比較純喪自然 我覺得心情很重要 完全是動名 甚至於在各種的肢體 或是眼神上面都不顯老態 美麗渾然天成 周海妹出道三十八年了 美麗依舊不減 尤其是她那雙寒情默默的大眼睛 對著鏡頭眨呀眨 讓盯在螢幕的觀眾 彷彿被電到一樣 其實我告訴你 因為不是會放電是什麼什麼 其實不是啦 因為是因為我近視眼很深 我有一腔兩百度的近視 所以有時候是閉了眼睛這樣子 一套銀灰色定做的禮服 讓周海妹驚艷全場 不過仔細看胸前一個疤 才發現周海妹 自己不但有像貓一樣慵懶名人的氣質 而且本身也是個愛貓族 這個八人是我家裡的小貓 因為我常常到處跑 最近常常不在家 然後我的小貓看見我回家得很高興 就抓了我一下 就變成這樣子 阿平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不見不散 中文字幕從定年